大家好,今天是角色测评第18期 危急禁闭者加洛法洛的角色全方位测评 加洛法洛整体的各方面都不出彩 但是破绽的设定还是很有意思的 本期测评也就着重来讲讲这个 首先,新威的普攻范围很特殊 是3x3的范围 然后必杀可以冲刃两次 造成伤害的同时还会破除一颗核心 但是只能破掉单个敌人的核心 所以破合效率并不高 接着是被动1 被必杀命中的单位 会被附加一个破绽标记 拥有破绽标记的单位 会成为优先被攻击的目标 针对这个效果做了一些测试 首先是对加入法洛自身 必杀选取的优先级是 带破绽的单位 大于必杀同范围最靠前的带合单位 大于同一格血量百分比最高的带合单位 大于带合单位 大于无合单位 这里也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首先咱们给没有核心的普通小怪 附加一个破绽标记 然后我们等到精英怪也走到这一格的时候 我们再释放必杀 那么这发必杀依然不会选择破合 而是会攻击掉刚刚被我们附加破绽的那个小怪 然后是都没有破绽标记的情况下 那么释放必杀就会选取带有核心的单位 然后是都带核心的情况下 那么会选取最靠前的单位 比如说这里 精英怪跟boss呢都在同一个收集范围内 然后我们选取前面的这个精英怪 那么会破掉这个精英怪的核心 而假如跟boss站在同一列 那么破合的优先级是跟蓝力必杀的选取优先级是相同的 也就是从上往下的顺序 再如果两个都在同一格 那么会选取血量百分比更高的那个单位 比如说你两个精英怪 我刚刚用阿代拉打掉了其中一个的血量 那么此时我们释放必杀 就会选取血量更多的那一个 另外也还测试了破绽跟其他角色技能的交互 比方说爱提的天秀 可以看到即使boss身上有破绽 那么天秀也是不会激活的 然后像蓝力必杀呢 依然是按照他原先的索取规则 而不是去优先攻击破绽单位 再然后像爱米潘这样 同样是选取单格范围内的单个敌人的技能 也是不会去优先攻击破绽单位的 然后还测试了一下召唤物 首先是在没有破绽标记的时候 我们将龙放出来 可以看到正常在攻击小怪 当boss身上被挂上破绽标记 后龙就转火了 说明了破绽对召唤物也生效 夏英的浮游炮也同理 即使夏英已经在被生前的怪物所殴打了 那么这个浮游炮也依然不会管 会优先去攻击带破绽的单位 然后也测试了其他带有优先攻击的效果的单位 比如说蜡恰 他为优先攻击带有蛇牙标记的敌人 我们先用加洛法洛的b3为boss挂上这个破绽标记 然后蜡恰释放专闹 为下方的这些小怪附加上蛇牙标记 同时站在这里可以看到 蜡恰依然是选择了优先攻击带破绽的单位 同样的拉米亚会优先攻击还未感染神经毒素的敌人 那么我们开局先给boss挂上神经毒素 然后我们再把拉米亚给拉下来 可以看到他会正常优先去攻击还没有毒素的单位 但是如果此时我们再将boss身上给挂上破绽 那么再将拉米亚拉回来 他就只会攻击boss了 而不会对其他未感染的单位再进攻击 因此综合来看破绽这个效果 目前来说并没有特别高的用处 反而很多时候可能会成为一个负面效果 最后还值得一讲的是他这个狂恶生化 对附加过破绽标记者敌人造成的伤害提升20% 这个效果是只对加洛法洛生效的 但是那是永久生效的 我们丢一弯一个必杀以后 可以看到通过boss造成的伤害是每下272 然后我们将砖脑给用掉以后 这伤害继续上涨了 因为砖脑还附加一个增加成伤的效果 另外该增伤不合背水一个程序 在没有开背水的情况下是272 开背水以后变成313 正常的提供了15%的增伤 那是不是类似于其他一些角色 是同恩菲尔的被动一在同一个程序呢 我也同样做了一下测试 boss没被恐惧前 每次跳的伤害是358 在吃了恐惧以后变成了524 提升了46.3%的伤害 刚好符合恩菲尔目前等级能够提供的增伤 因此加洛法洛的狂恶生化 目前来看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独立程序 再加上他的砖脑 在移除破绽标记的时候 会回复14点能量 两次也就是28年能量 因此加洛法洛对单 是可以打出一个三次必杀 加两次砖脑的一个小爆发的 但是这种物理对单角色 是什么地位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技能升级方面 咱们优先去升级他的必杀 接着来升级他的被动二 然后升级他的普攻 最后来升级他的被动一 加索方面 零加索就可以用了 没有特别关键的加索 加索到应是避开的 白给你爆发的手段 没有任何负面效果 然后如果是认真要培养该角色的话 还是推荐升到专三去的 商业倍率会提高很多 因为是两次 所以相当于一级的时候 是一千的倍率 那么升到三级变成两千倍率 翻了个倍 然后捞印方面 因为是作为输出角色来使用 因此在打暗欲 这些需要爆发的情况下 咱们就携带上 混沌之用就可以 其他情况下 因为他的核心就是必杀 因此让我们可以酷茶 加上任何一个一号位 加快他必杀的回转 最后总结一下 加洛法洛还是上一个对单 相当不错的角色了 毕竟他的必杀 在升到司机满记以后 倍率能够达到900% 加上前面有提到的 三次必杀 加两次专闹的连招 也就是说他的爆发 能够达到4700的倍率 操作还很简单省心 再加上他狂恶生化 是提供一个20%的独立伤害成区 以及他的被动一 还有枷锁 都能为他提供一定的攻击加成 所以该角色的伤害 是相当不错的 但很可惜 作为一个物理对单角色 在目前的环境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上场的空间 如果是用在破盒的 那也不够看 毕竟28点能耗材的只能破一盒也太垃圾了 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破绽 但是破绽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运用空间